各位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夜話要說 我是主持人 如果您現在還在擔心著 或者是說為一些 比如說投資失利 生意失敗 或者是在家待業 想紓解一下心情 或者是增加一些新的知識要充電的話 在這兒為您介紹一個週末的一個好的活動 這是在UC Berkeley舉辦的一個論壇 那麼這個論壇是會請到各方面的一些專家教授來做一些演講 也許您充到店之後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新的規劃 那麼這個論壇是幾個大學生他們來主辦的 首先是主辦單位就是UC Berkeley的學生 那麼還會邀請到來自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的各地 一共是10名大學生也來到灣區一起來討論 目前中美台三方的關係以及政治經濟方面的話題 請到節目當中來是兩位來自UC Berkeley的學生 Tony跟Jennifer 你們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大家好 第一次上電視嗎 嗯 對 對啊 應該比起辦論壇要輕鬆的多吧 嗯 我覺得也很難講欸 就是有不一樣的壓力 論壇的話很多事情 可是直播的電視也是有他自己的壓力 跟我們講講為什麼要辦這個論壇 我們是一個學生主辦中美台關係的活動 那我們現在覺得現在的政治關係有很多 國家之間有很多物件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些學生帶來 能夠多談這個關係 對啊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呢 就是請來了我們選了15位學生 從中國大陸 臺灣跟美國選了15位精英來這邊討論 同時也請了很多很有名的教授 跟就是研究中國 臺灣 美國這關係的教授 有那個從那個政治方面 商業方面 文化方面這些 去看討這個問題 嗯 所以也希望這次論壇不僅僅是針對大學生 有些其他的人士也可以參加 因為是免費 然後也希望說給大家呢 多一些這個認識到社會新的局面的關係的 三方關係的一些新的知識給大家 那麼剛才我跟兩位大學生談的時候 就發現了有一個感受啊 就是覺得兩位真的是在大學裡面 對辦活動啊 任何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有passion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工作這麼久了 真的應該感染一下他們這種熱情 也支持他們的活動 稍後來詳細為您介紹這個論壇 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